23号的《中国梦之声》上海导师试音会上 导师黄晓明一上场 就对自己穿明黄色西装的灵感来源 做了有趣的说明 我的服装创意来自于 这个刀子 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 我的这个衣服穿得跟这个刀子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黄皮包蓝 就是里边的衣服也是那个来自 对 最时尚 最流行 对于第一次跟学员们见面的形象的重视 不只是黄晓明 美女导师李文更是亲自为自己挑选服装 尽量不要拍鞋子 因为我就是穿着随便鞋子 下面不要 好 今天呢 其实 因为现在下一件流行就是 叫做Bomber Jacket 就是这种的一些外套 那再加上它是比较鲜艳一些 所以比较是轻松 带一点点前卫风景 然后呢 就是可能是这些 好玩的一些配件 说一句话 爱美的李文就对着镜头 展示起她最得意的小配饰 戒指 好漂亮 这是一个戒指还是三个 对 这是一个戒指 它是一个戒指 是有三个这样子 还蛮有趣的 除了配饰 更让李文得意的是她的脸瘦了 看到你好像比上次拍旋旋拍的时候好像脸又瘦了 还有瘦 对对对 最近又瘦了一些 为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来更好形象 不是不是因为我一工作就比较不太吃东西 真的就瘦了 对就瘦下来就好 这边李文在为自己因工作而变瘦高兴时 那边黄晓铭拿自己的脚伤和韩红的耳朵手术开起了玩笑 虽然导师们这会儿在短暂的休息 但是学员们却不敢放松 抓紧一切时间反复的练习 戴着草帽穿着马甲和布鞋 这位学员的穿着 在众多学员中显得尤为特别 但他说他平时就是这样穿的 就是在家的时候就这样穿 因为在家住地的时候 然后平常就喜欢穿一个马甲 然后戴个草帽 然后就这样 听完了草帽歌的音浪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眼前这位有视力障碍的学员 在喜马拉雅中心学员试音会上 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他边弹吉他 边唱了一首写给宝贝的摇篮曲 尽显夫爱 这次的导师试音会 他把自己的宝贝儿子 接来了上海 你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叫什么名字啊 红涛涛 红涛涛啊 你今天来干嘛 你坐好把它说 来唱歌 来唱歌啊 今天是陪爸爸来唱歌的吗 对的 别看接受采访时 小涛涛动个不停 一让他跟爸爸唱歌 他马上就投入起来 对 能给我们合唱一首吗 我们唱一首《向阳话》好不好 好 眼前这画面是不是特别有爱 不知道导师们会不会为他们的延传而感动 这次导师和学员们的第一次见面 还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新预测在线 还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报道 我认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报道 我认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报道 我认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报道